来看到台北市的古迹国富纪念馆 不只是艺文空间 也是观光圣地 不过从今天开始要修馆了 开始要围棋两年的室内大整修 而昨天上午是举办了开工典礼 馆长坦言啊 这个建馆至今超过半个世纪 过去有很多的地方 如今都需要繁星 国富纪念馆中卫兵在同向前 交接是许多观光客的参观 重点也是打卡热点 不过从26号开始 长达两年的时间可能看不到了 因为这里即将要封管维修 最主要是包含了我们的 国富纪念馆里面的 那个最重要的表演厅大会堂 因为52年来 大家都非常喜欢在这个 大会堂里面集会跟表演 但是毕竟年代久远 而且里面的设施非常老旧 国富纪念馆不仅是艺文空间 观光圣地 也是过往三经典礼场地 只是1972年建馆 半个世纪过去表演厅中的舞台座椅 建筑物每个角落颜色暗沉 充满岁月痕迹 同时也是试定古蹟 开工维修不容易 而打造这种建筑的是国内 现代主义建筑大师王大宏 王大宏已于2018年逝世 开工典礼这天 同为建筑师的儿子王守正也到场 王守正坦言随时代不同 当初设计只用来集会的大会堂 需要改变还是希望保有附近的设计理念 而室外水池抢先焕然一新 变成气派镜面大水池 民众不舍却也期待一百一十五年 开箱崭新的国富纪念馆 记者文成员叫国风台北参访报道